第16题 拿取烤箱内烘烤食物后的烤盘时 必须穿戴隔热手套以免烫伤 此隔热手套之功用 是为了避免热以下列核种方式传给手 这个是让我们的手去跟我们的烤盘接触 那么主要传热方式是传导 所以透过隔热手套 就是要主要是避免 透过传导把热传到我们的手上 所以第16题问我们说 此隔热手套之功用 是为了避免热以下列核种方式传给手 我们答案选的是A 传导